女人不要傻 不要以为爱情会是你的全部 热恋时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美好的 你们谈天说地 论日月星辰 你也需要时刻警惕 爱情也是有保自欺的 爱时你们情比金尖 不爱时你们相看两眼 如果你们的聊天模式已经变成这般 那么你的警钟就要敲响了 一 嗯 好 忙了 爱情的保质期已经快到了 你该醒醒了 当你满怀期待地对他嘘寒问暖 得到的都是嗯 好 我在忙之类的 各种心情只有你自己知道 此时你该深思你们到底怎么了 哪里出了问题 二 深情告白 得到的是一片沉寂 今天心血来潮 计划着老公回到家 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 当他进门 你张开双臂迎来的 却是他一脸厌弃的表情 此时你的热情应该失陈海底了 又或者你满怀热情地对他说 老公 几天不见我都想你了 对方的回应是哦 是吗 是不是有种热脸贴了人家冷屁股的感觉 三 夫妻生活不和谐 夫妻生活的质量直接影响感情的好坏 性与爱是不分家的 性爱相辅相成 如果你们的生活频率越来越少 那么你的悬就要绷紧了 考虑一下是因为生活的压力 还是感情出现裂缝 夫妻生活是感情的调味剂 缺它不可 相爱时不分你我 你浓我浓 如影随形 但是新鲜感一旦过了 可能就是相看两眼了 多一秒都嫌烦 所以无论男女方 万不可把爱情当做自己的全部 一定要过得有自我 要让爱情的保质期尽量延藏